大家好,我今天要來包一個不一樣的豬腳 好,現在先焯水 暖水下鍋 高粱酒 讓它氣氣心 好,一起和豬腳進來焯水 這個過程比較快 我今天這個年我蠻乾淨的 裡面沒有伊尼,沒有雜質 好 過來了,哇 放一點的油 本來鍋會拔了 放一點大葵 也就是八角 也能管它叫八角 給它爆香 煮腳很黏 沒有 我不用糖,沒有煮糖色 放一點老抽,少洗一下就可以了 我不喜歡特別融色,特別融色 然後有一點融色就可以了 好 等一下很炒均勻 加上一點油脂鮮 在這兒主要是把這個調色 放到老抽還有油脂鮮 好 一個爆炒啦 就是讓它 讓它 讓它去掉 那個 有薑 爆的香 讓它也去去精味 好了 這下我要 關火啦 放在燉鍋裡面 好 讓它一起下 燉鍋子 什麼都沒有 洗過的 空空 沒有撒東西 喔 掉了一片薑片 然後 我說不一樣的 今天就是這個東西 用朋友 用網友 用你們說 什麼時候做一個 可樂 豬腳 我今天就來做這個 可樂豬腳 好 這樣就可樂下了 我看這個 這樣子應該足夠了 因為不是薄湯喔 我這也就是在燜 燜 燜煮腳 可樂燜煮腳 應該過了 不過的話 我可以在那個 這個水大概 就是沒沒到煮腳 快沒到 就這樣子了 好了 現在蓋鍋蓋了 這個過程可能要兩三個小時喔 煮腳才會爛喔 朋友好 大家好 那個 我的那個 可樂豬腳已經好了 時間到了 我打起來給朋友們看 美味的 可樂豬腳 今天是利東 對啊 今天是利東 攝影師還提醒我 今天是利東 下門是好地方喔 這利東呢 還可以穿短袖 然後這個 主角它含有那個 就是 維生素K 還有膠原蛋白 也有 經常吃一點 反正 也會摔擾吧 謝謝你們 我這個 這次做這個 主角是 應 網友的 提議喔 就是說 試一次做一次 可樂主角 因為上次我做的是 那個 永春出主角 謝謝你們 謝謝你們 一路來的關注 拜拜